大家好,我是丹王 马上来看一下最近引起话题的六个消息 Quindom 2第六集 在最新一集Quindom 2播放了由各队派出的主唱 所组成的Quindom小分队的舞台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首先是意大利的女儿 金立,金索尔,朱,哈斯 与凯普勒,杨恩,千元所组成的小分队 黑瓦达演唱的Exo,纳比女 哇,大家的音色真的 因为原曲太有名又是男生的歌 所以本来有点担心 真是白操心了 这成员组合真的太棒了 最期待音源的组合 第一次听这首歌 对这首歌的印象太好了 舞台是很好 但是因为没有高音 所以感觉有点弱 然后第二组是PBG 尔娜 无球村上苏比云中的 无球的部门尔娜演唱的 爱用的素人家吧 真的太好听了 三个人的发型,化妆,服装 都是Legend 舞台也很漂亮 尔娜的Killing Part 让我的心脏痒痒的 苏比尔娜的声音好美 眼睛好厉害 眼睛就不用多说了 尔娜本来以为只有音色很美 没想到实力这么好 眼睛果然是国民们挑选的主唱出身 然后最后一组是 Kyuori 与Purebugs Minion的 超人生演唱的 Purplegan Satchungi, Lai Satchungi에게 别的对视唱得很好的话 这组真的是将情感加入在声音里 真的让人很悲伤 翠磊因为Minion唱了 让人感觉更悲伤 因为跟家人一起看 所以一直忍着眼泪看了 上火的后遗症 还我Minion的声音 不过虽然嗓子状态不是很好 但还是很好听 大家最喜欢哪一组的演唱呢 Quindom 2最漂亮的人 在最新一季的Quindom 2中 所有出演的女爱豆们 投票挑选了 颜值一位的女爱豆 而对于票选这位女爱豆的理由 ��레이브걸스 유나 씨는 이렇게 얘기를 해주셨습니다 등장마다 그냥 매번 이쁘다 어머 그리고 케플러 为什么 이러다 나 아니면 어쩌려고 그래 그리고 BBG 신비는 화면에 잡힐 때마다 입틀막 하느라 리액션을 못했다 언니 아니야 이러지 마 나 아니면 어떡해 언니 브레이브걸스 유나 씨는 이렇게 얘기를 해주셨습니다 등장마다 그냥 매번 이쁘다 어머 그리고 케플러 나 아니면 왜 이러다 나 아니면 어쩌려고 그래 그리고 BBG 신비는 화면에 잡힐 때마다 입틀막 하느라 리액션을 못했다 언니 아니야 이러지 마 나 아니면 어떡해 언니 나 이렇게 예쁜 사람은 처음이었다 언니 언니 하지 마 언니 나 아니면 나 집에 가야 돼 나 1위는 우주소녀 소라 워 나가다 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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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소라 소라 反应太可愛了 와 在螢幕里也很漂亮 真人是有多漂亮的话 在这么多人员中登上一位了呢 到底真人是有多漂亮啊 去粉丝签名会的很多粉丝们 都会提到 소라的颜值 壮脸 最近以新曲回归的Sai 与女学星Yisugi见面了 真的很像兄妹 哇 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哪一遍是Sai呢 妈妈们的BTS 5月1号 Trotu歌手Yam Young 发表了第一张正位专辑 而在发表专辑的第5天 专辑销售量就突破了105万张 在2000年之后 专辑首周销售量突破100万张的歌手 只有 澎塌孙女蛋 Seven Team NCT Dream 然后就是Yam Young 而因为Yam Young跟其他男团不一样 几乎没有海外粉丝 都是靠着韩国内的粉丝 甚至这还是没有粉丝签名会的情况下 创下的记录 所以真的非常厉害 哇哦 Solo没有签名会 单一专辑真的太厉害了 想买都买不到 真的是英雄 首饰争议 前几天 韩国进击到市场商圈真心会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个提倡性评等活动的影片 但是在影片中 因为出现了这个首饰 而在影片底下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留言 先不说是不是难一些 谁会那样弹吉他呢 这就不像话啊 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引起争议的首饰 竟然不知道直接就用了 很不像话吧 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那些人来说 性平等就等于先男 其实我周围的人都不觉得这首饰怎么样 怎么 目前竞技道市场商圈真心会 下架了该影片 5月6号 在韩国举办了第58届 白桑也设定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得奖名单 男子最优秀演技奖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最佳男配角奖 最佳女配角奖 男子新人演技奖 女子新人演技奖 而当天除了获奖人之外 在103年岁上 见面的少女时代 以及比爱新的 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眼睛要瞎了女生们 果然是同一个组合 两个人的颜值好相配 真的两个人都好漂亮 好优雅好美丽 眼睛相浮 两个人一起拍戏吧 真的很像浪漫剧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